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完之后就租给这些电信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再分销输注出去 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核心叫做铁塔公司 至少早期吧 起码是早期 因为你产业链的投资是 你刚开始就像是设备端 然后建设端 到建好了就运营端 运营端炒完之后 后面就是应用端 就它是一条链的炒作 甚至因为你5G 你现在炒下游是没意思的 因为它还没建好 你炒中右运营那块 它也没建好 你也没办法去运营 对吧 因为现在最 以前就是你最大的支出是谁 你就会发现谁会最受获 现在发现建基站 搞5G建设那块 不在运营上 在铁塔公司 这个时候未来就看铁塔公司 有什么形式去建那个 你看是现在银行记载 还是发那个债券 还是发股票 因为以前很多就是 三大运营公司 没有成立铁塔公司之前 就是很多重复的建设 大家都去抢去建 导致了很多浪费 这是为什么国内一定要 搞铁塔公司的目的 这个时候国家看到了一个 基建的大模式 为了防止重复建设 为了防止那些贪污收货 或者一些很重复的环节 就搞了一个铁塔模式 铁塔模式市场很快 可能会有一个推广 就是在铁路 公路 在一些新的公共设施 可能都会推广铁塔模式 甚至有一个议席家说 国家应该允许 成立一个叫中国基建公司 承包全国所有的基建项目 那么地方政府就没有举债 没有基建的动力了 这样的话可能会生很多成本 就在这种经济衰退 或者政府债务很高的情况 这个基建公司成立 其实对让大家看到 中国搞基建可能有这个模式 对 为什么现在 世界上炒基建国 也是这种原因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铁塔公司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突然觉得铁塔公司涨了 我很想问 因为你看看 5G概念足足炒了两个月 没有一个公司说炒得很好的 包括中心通讯也好 提出商也好 包括什么关签也好 包括运营商的 他们都没怎么涨 后来发现 投资是铁塔公司开始募资 建基站了 所以这个时候发现就是说 谁占领基础措施 谁是未来最大的地主 那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终于反映过来了 但是反映过来 铁塔它又创了上市以来新高了 这个其实是 因为这种公司 它是一个重投入 必然会导致它的 很大的一个叫费用 那它接下来就是要股本融资吗 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些都是很大的 这里会发现 后面趋額的融资就来了 这你看 其实这种投资的公司 我刚刚也说到激将股 应该激将股 你刚开始大规模投资的时候 可能巧业不断 这波不会长 要等到什么时候运营之后 把钱还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再来瞧它 这才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不要心急 也不要看到它 那个一下子 它又拉上市新高 到处拉钱 花钱的时候 对 也要募资 融资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到它股价 为什么会撑得住 往上拉成这样 还会慢慢又回落 最后还是要看 这个下游的数据应用的多少 开始去 其实应该这么说 包括铁塔在内 那个包括市场上面 也在传那个中铁宠 它的那个各方面的一个上市 包括刚刚我们问 A股嘉宾说 中铁下面说是 中铁特货方面 也有可能有一些上市的 有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 有一些更多的那个 他们发现 我其实可以让它上市 我不是说只有发债 这一个途径 对不对 就是所以说 那个想到了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融资途径 我们有那个铁塔 已经作为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觉得周五是 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能性告诉我们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它现在 这么需要钱的时候 股价同时拉得这么厉害 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在那边 值得值得跟大家 一起来跟进的 当然是现在的股价 剩了人就有3% 今天其实去到过 一块四毛四的 但是大家未必需要 冒进的一个因素 刚刚周五也已经 跟你解释了 其中呢 那个刚刚也是提到的 一个比较明确的 一个投资概念 我们A股嘉宾觉得说 路桥方面啊 或者是一些高铁方面的 一些股份啊 那港股方面呢 可能比较集中在的是 一些高铁相关的 一些个股了 那这一方面的一个个股 您刚刚又说 也不排除啊 到时候有个 整体的一个基建公司 至少吧 中铁总它可以有一些吧 那这一方面怎么样 我们也是 其实不要去吵他们了 就等那个中铁总 出来它的那个 基建公司比较好吗 对 其实是要说 什么时候开始花钱 谁花钱 采购谁的产品 就刚才又回到5G 那个就是可能 后面铁塔 开始融资的时候 开始建的时候 可能7、6、3就起了 对 然后这里的 高铁股 因为高铁 已经从过去08年之后 中国的高铁线的建设 基本上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 把车给补上去 我觉得为什么 今年从10月份开始 铁总的招标 比去年多了 30到40嘛 这个时候就今年 到明年开始 可能大规模去采购这个车 可能会导致这些 高铁 高铁零部件 高铁相关的技术 可能会有一波 但是我们又回到基建 因为基建股里面 唯一的一个点 就是它估值低 但是估值低 背后有两个 很大的一个隐患 它债务高 应收账款高 另外一个 它未来在中国的 可建设的 这些项目并不多了 它现在要拓展海外一点 所以说现在你去看 海外其实都是 海外其实都会 都赔钱的是吧 很多是赔钱的 因为我们之前 也参加过一个公司的业绩会 它说比如说一个项目 基础 它现在采购收备 对吧 这个采购收备 就是订单 付款 但是建设是像中铁建 中和中建 随随建 项目一违约了 就先亏中铁建 中国中铁 那么这边机车 包括中车这种 车还没出去 等于没有损失 这个时候 风险还是在 那个基础公司里面 的风险还是最大的 但是刚刚提到 我听出来了 这个一方面是有一波 这个基础已经造好了 有一波那个 车的那一波 对吧 另外一方面 就是从它的一个 风险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也比较明确 觉得说 这个我们还要 不光是还要贴钱的 哪怕是那个 内定那个 如果铁路都造得差不多的话 那这个大家也已经 应该很明确了 这个周五 因为现在就是说 搞那个基建公司 就是上次那个 搞基建公司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基建 那这些基建呢 它都是基于 在哪里呢 就是它不会银行贷款 可能就是发债 或者发股 这样的话 它所挑的项目 像绝对不是原来一般的 那些重复的建设 它一定会有新兴的 一些项目出来 它才会去搞基建 甚至有可能 假如中国未来的 这些杠杆区的大的话 可能中国未来 几十年 五年到十年内 都不会有很大的基建 其实我觉得 就是修修补补的一些 就是项目 就是说算了 对 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因为我记得 中铁在上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有一个讨论 说的是那个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 是在上的时候 大家就说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其实是用上市的方式 其实大家是有很大的 一个疑问在那边的 那如果是新的一些模式的话 大家也觉得蛮好的 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监督在那边 对于整体的一些基建项目 来不及说了 那我们下次再跟周五聊吧 今天的投资朋友圈 先到这里明天再会